泰玛里分住所接火报案 有民众开车前往金针山 以Google导航巡路的时候 却迷失在山中 而车辆也陷入泥地动弹不得 警方联合名利 合理将车辆拉出 成功了救援受困的民众 泰玛里分住所接火报案 称一名王姓先生 一人独自从台南驾车到泰玛里金针山游玩 因为路况不熟 便以Google导航辅助行车 没想到却发现路越来越狭窄 四周杂草重生 想原路折返 却又因为泥滩陷入泥地 无法动弹 慌乱之下只好赶紧报警求救 本所同仁郭中伟依据报案内容 提供的线索前往早寻 并向热心居民寻求协助 终于发现王明 并用吉普车将受混车辆拉起 并指引王明下山 王先生驾车离去前 与远景以及三名热心居民 开心合影 感谢大家的帮忙 而大午分局提醒游客 金山山路复杂险峻 熊导航亦在山中迷失 行前务必多了解旅游交通资讯 记者陈如泰马里报道 明天山路复杂险